IC梦想家 好回到IC梦想家 我是蓝萱 那我们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汉草 汉草文化的董事长 这个汤生荣 汤哥来聊天 我们刚刚聊到了 这个台湾的台剧 真的是越来越起飞 那现在呢 放上这个OTT的平台当中 跟其他的什么美剧啦 欧剧啦 韩剧啦 日剧来PK 其实也不逊色 甚至继续的在壮大当中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很重要的地方 包括第一个我们故事力越来越强 我们的技术力也越来越强 就是说一方面是讲故事的内涵 就是剧的内涵 一方面是剧的操作 整个的部分 各个方面的环节也越来越专业 所以回到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资金 就是你花多少的钱 多少的成本 就可以打造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剧 我们就是经常谈到说 国外动不动就是什么 尤其我们那时候一开始 这讲到大陆啦 大陆不是说他们每一集都多少成本 还有韩国也是啊 那台湾每次都这样几十万 然后呢 什么他们就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资金的来源变得好像很重要 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啊 对啊 你没有预算 但其实你很难推动事情啊 尤其不管是物价上涨啊 工资上涨都会影响到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现在以韩剧来讲 他们这种一集那种三千万台币以上的价 基本的开拍拍的东西才能够做到 甚至五千万的也有 真的还假的 越想越多 一起搭 韩国就是这种价格 台湾来讲 我刚才听到我在客台的时候 在大来的时候 那时候一集是八十万台币 那时候听说 我叫偶像去大概就是两百万 一两百万这样拍摄 那个都没有办法 怎么样去cover到所有的拍摄 那个时候只能这样操作 可是这几年来 比如说公式或者说客台 其实或者是说 算是文化部或是辅导金 都有帮助预算在帮忙增加 但是你刚刚讲的这一点 我也觉得是对台湾来说 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瓶颈 我们不能老是靠政府 我们都要靠政府补助 然后政府有什么金 什么金的奖助金 但实际上其他的 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商业模式 真正成熟的商业模式 因为你拍的好 所以很多人当你会赚钱 他就不断的投资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说 最近有啦 最近鸿海投资了一部叫Q18 所以他们等于是也觉得 希望他们会觉得可以转回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刚刚刚提到 你看韩国CJ是三星集团 就是啊 他们大量的在投资影视产业 他们有三星有CJ 也有Studio Dragon 他们现在做的东西 甚至有电视台 他们是整套的东西 甚至他们投资滚动的大型企业 他们国家也给力 你可以免税或者是减税 然后我们最近台湾的也刚通过 可能慢慢也会通过这个法 就几个礼拜前也刚刚公告说 未来如果你有可以投资 台湾的影视产业的话 可以抵税吗 可以抵税的 慢慢要形成这种状况 我觉得这个就是以往 这个所谓的文化软实力 就是这样出来 你们看韩国 他的戏剧 他的电影 他的歌手 K-pop Blackpink 这些玩那么大 为什么可以席卷全球 他们政府的推 30年前 那个三星集团决定要投资 Steven Spiel的梦工厂 他丢了三亿美金 对 他才能够慢慢的打开这个可能性 这样对 你说他有去投资梦工厂 你学习到了非常多 待会 他们就是这样子开始 开始他们的公司 这样开始 重视到 因为他们的总统发现说 就是他们来美国的这个公司 来办法说 他们那个 那时候 猪肉汽公园 全球卖的那个价钱 比他们那个汽车卖的 钱还要高 这样子 他就说 那我干嘛不做这个呢 是啊 没错啊 其实也慢慢的带动 他们开始重视到说 这种文创 文创 或者是影视产业 它其实是软实力 所以他们现在才能够 在全球席卷 对啊 甚至影响到国力 对啊 一方面是软实力 就是你说像美国 所谓的他的文化帝国 事实上 他的影响力可能比起你的枪炮弹药 还来得更深入迷迷 第二个你赚大钱呢 不是吗 对 而且他有趣的地方 像你刚刚说的就是 他这是我们的生活中的东西 我们对这种生活需求 是这种庶民百姓的生活的东西 接收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很容易被取得 很容易被得到这样子 所以你看他们透过电视电影 音乐这个角度带动韩国文化 甚至韩国菜也被带动 是啊 是真的 然后他们也得到奥斯卡奖 你看他们整套来 你看这去年 就像今年这些韩团来台湾表演 那种得到这种回响 就是啊 BTS BTS 他们在全球的这种获利 他们在沙烏地亚拉伯 反弹少年团嘛 他们在全球扮演唱会 是惊人的数字 你看你十月到美国去 最近去美国的访问 Netflix马上就安排希望跟他见面 然后马上签了合作的项目等等 两百多亿台幣 对你看我们想象中的 这个元首如果出访 他可能会牵到什么半导体啊 对对对对 就在你的 人家是弹这个文创 弹这个戏剧 对 真的是很不简单 对这个其实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跟警示 所以我们好好把内容做好 其实有可能去到更远的地方 那当然这种全球国际的OTD 这几年进来 那台湾还是有自己的OTD 可是国际他代表的是说我的铺的路线在那里 那些人记不记得当初HBO来台湾的时候 他是这样子全天播电影嘛 大家都喜欢看HBO 因为我就是开了我就看电影 但他有拍时间 可是那时候他也是全球哦 后来他也拍了影集 可是现在改过来 现在Netflix在上面 我们大家 连HBO都想要做自己的这个OTD 所以他确实创造这个Business Model 他影响到非常大 所以我们也开始去做各种类型 各种题目的创作 你看刚才你说Q18 拍量子 拍量子吗 你这种台湾 你说这个拍量子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我觉得哇 这个题目好特别好新哦 但是没多久 你看杨子球那一部 Model多重宇宙 他就是在拍量子啊 对不对 所以其实未来OTD就是一开始我们提到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平台上的内容就像超市一样 你可以买到 看你的超市多大 什么那种 你有过到种品牌都有 各种产品都有 你可以看各种类似的东西 所以OTD里面摆上去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你想看的 刚刚一直提到这件事情 但有一点你有想到吗 其实很多你以为没有人看的片子 其实很多人看 因为全球 比如说BLG你不会看 BLG是 就是Boy's Love 我知道 男生跟男生小恋爱的故事 对对对 台湾有 可是韩国也有 泰国也有 所以你以前如果只在台湾 做在台湾上 就很小众 很小众 可是这种小众 在全球分数加一加 就是大众 再来一个 恐怖片 恐怖片 我觉得蛮大的 恐怖片是很大的 还是有些人不敢看嘛 可是你台湾做完以后 其他国家也做了 说我可以在 欧丽利亚可以全球看 对呀 你可以看 泰式的鬼片 日式的鬼片 日式的 汐血鬼 以后他喜欢看台式的鬼片 所以其实分纵市场 是ODD很重要的一种 你刚刚这样讲 所以呢像是LBGP 对对 事实上在在在 ODD平台当中突然之间 其实也相当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创作来讲 或是观众来讲 都不要怎么讲 常常会有一些口角 说这个好看 这个不好看 没有关系 你喜欢看 你喜欢看你的 因为本来就是多种类型 放到这个平台上 面对全世界 你不喜欢 一定还有人喜欢 所以其实就是内容 至少你的技术面 跟你的各种条件做的好 其实一定会有一个人 会喜欢你的戏 对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放上了 ODD平台之后 尤其像这一次的模仿饭 他在Netflix 我看到相关的报道 说我们创下台剧的 单级的成本最高价 破千万 但是那是Netflix出钱 其实我记得韩俊 当初韩俊的话是游鱼游戏 引发出这个讨论 就是说虽然韩俊 已经这么的成熟 这么的受欢迎了 但他们去讨论说 在Netflix上面的时候 是Netflix投资 游鱼游戏 所以版权归谁 所以当然韩觉得说 是美国的跨国的大巨鳄 然后捧钱去让你演 演了之后 你的版权就归他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那既然我们有这个能力 自己拍出那么好的剧 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投资 所以回头来台湾 我要谈的就是说 今天这个模仿犯 是因为Netflix看中了台湾 有这样方的潜力 他愿意投钱 然后也觉得在地 让他们生根 但对我们自己来说 如果我们自己能够 有这个资金的筹措 该多好是不是 对 其实Netflix在选择 配合两种模式 一开始是他看到这个题材 他在还没开拍他就投资了 然后第二种是你拍完以后 他再去买 他有两种模式 他怎么看你还没有拍就可以投资 他的敏感度 比如说他觉得这个题材 台湾会很新鲜 然后在全球也会很多人看 他就会之前会投资 你就像赌注 下一个 下赌注 那其实像最近 我们之前播的 谁是被害者 还有现在在播的人选之人 他都是拍完以后 他们决定说买回去 他们看完我们的东西 成品非常好 他们就变成他们的全球独家 对呀 他们也会买一些在地的 就是可能这个片子 他们觉得这个台湾会喜欢 他会买 但是没有办法到全世界 OK有这样区分就是 他也有一种就是 他台湾播一播很红 他又在买其他 比如说火神的眼泪 一开始他买的是台湾的版权 可是他发现条件不错 他就都在家买了东南亚 所以东南亚的版权 所以这个其实是 现在他们有更大的选择 去处理 那你说的没有错 当初韩国在 创造自己IP的时候 因为他们会发现说 Netflix提供的资金更庞大 他们可以做到 所以非常多的韩国创作人 都追着Netflix 重要 Netflix也会给他们韩国 韩剧机会 可是后来他们发现说 我必须要保有 自己的一个版权 像语音语 就是非常律师的 这个片子 这家公司就觉得说 我没有 我只卖播出权给你 这个整个IP还是属于我的 可以有这个区分 当然第二点就是 韩国他们自己的产业的 体量已经够大了 他们外销的 体量的成效也够好 所以他敢大声 所以如果有一些 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局面的话 当然就像你讲的 我们可以 留住我们自己的这一些 创作 我们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 但是现在当然还保有一种 某种像 比如说华人初上 也是这种模式 拍完以后再卖给他 那他其实 当然就是 他还保有一些自己的 一些 IP的权益 他就要做不同的发展 我觉得台湾这块 还是有机会可以操作成 是一个自己的IP开发 然后再选择 拍的精彩一下 再卖给一些国际平台 但是这个也有风水 如果他不买怎么办 台湾的平台可以买吗 因为刚才我们有聊到一个 现在台湾的 这个影视的 这个算是生态的 生态里面 其实出现一个问题 比如说电视台 他们没有办法提供 更多的钱去投资剧 对啊 所以他必须要辅导金 或是有其他共同投资 他才能够把单价提高 因为现在拍戏不是八十万 现在可能是三百万五百万 八百万一千万 可是这个基本上 如果你没有国际平台 是没办法回收的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我们拍什么戏都会回收 没有 光这几年 大家回收的剧只有两三出 很多片子都 几乎打平或是稍稍 有回收不是哪几部啊 这个要去问大家去看报上 我不说 但是确实有一些 但是尤其是电影赔的更多 慢速就是那两部 所以观众不要以为说 我们机部拍出来之后 你们看的时候很轻松 好看不好看 可是以为我们赚钱没有 其实很多的公司都是赔钱 在找投资 在做下一个 是啊 是啊 在我看 我还觉得我们这起飞中 其实还没有到那么那么成熟 你知道到成熟就要 它那个产业 你资金来源 就非常重要的一环嘛 如果当台湾的产业 有人愿意投资的时候 像我们刚刚讲 像鸿海 他愿意去投资Q18的时候 然后他才会让我们的这些专业的戏剧的产业 愿意赶花时间去投资 所以这个是 鸿海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 企业的一个表率 就是说 他愿意投资这个戏 接下来 比如说会有扣税 或者接下来他如果成效很好 在全球回收欢迎 他其实可以带动这个题材 这个题目 而且他就是 就想这样亮这个题目 全球都有 所以 其实是一个好的题材 但我当然希望台剧 每个戏都有不同的投资 因为电视台现在广告量下降 对啊 然后投资 因为都被新闻给抓走了 真的是 他们能够投资的东西也越来越少 所以必须要透过各种资源来 来奉承投资一部戏 然后呢 再来卖到各个平台 甚至全球的平台 他有这样才可以回收 才可以让我们这个产业链 做一个很好的一种推动 这样的循环 那最后 在台剧正要起飞的当下 如果有人 有年轻人更有心于台剧的时候 你觉得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缺什么样的人 或是缺什么样环节的工作 或是缺什么样子的心态 我觉得如果台湾真的好好 要发展这一块的话 什么都缺 因为第一个 我觉得第一个 不要说导演 编剧 演员 这些都缺 灯光 美术 都缺 服装 我们有大量这些人 因为我们现在把职做出来 我们要做量 像国外都会问我说 你们东西在哪里 我都要两三年 他们会觉得很慢 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其实不只是线上的 其实很多管理人才也要 管理预算的 管理成本的 或者是做行政管理的 有点像兼具 对 这个也需要人 这是艺人的管理的要不要 要经纪人 他要判断 这个其实有太多太多的环节 都需要大量的人才 所以这个部分 你看韩国他们有什么练习生 他们透过各种方法 让他们产业的人才一直出来 但是这又是一个 寄生蛋诞生机的问题 就是说 那你要有足够的福利 薪资 养成给他们 他们才会愿意投进来 对 所以去年的时候 韩国他们的这个文化设计院 这个人来 来的时候 他告诉台湾的 所有的人去参与 会的人说到 你一定要等 你要好乖乖的投资几年 让这件事情发想 他们是经过了二十年三十年 才到这个成果 那台湾都是比较草短一些 他们希望明天就 下年明天可以看到 他的卖片状况 收视率好不好 广告进不进来 这种长期的 得要靠不同的机制去运作 才能把它达到 所以刚好台湾很好 就是这几年文策院文化博 或者是刚刚讲 我们的台湾的税务制度 也要让这些改变 其实这都是好的事情 再加上国际的投资 我们开始用作品来养人 我们用作品来培养新人 我们透过大量的等待跟制造 来一块一块的把我们在这边拼起 这样子 还有办法做成一个好的 一个成功的模式跟板块 那也就不会出现那种 谈话一线的现象 我们必须要说长期的做一个 台湾的战略位置的产业 那就像你说以前半导体产业 国家一直补助 我们要开工 然后国家继续补助 可是文化产业就是很少这种 对我们来讲韩国是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 所以如果愿意 开始像其他电子产业有这种补助的话 相信我们的人才 我们的题材会更多元更好 但是说实在补助也补助一阵子 我觉得可能就是要补助的够精准 然后也要一段时间的养成 就是大家可能要有耐性 但同时的话碰到好的剧 大家一定要不令支持 不令分享 所以以剧来养人才 来养专业 它可能让它更加蓬勃 对不对 OK好 今天分享谢谢汉潮的汤生荣 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 谢谢咯 谢谢 拜拜 拜拜